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感谢你 全家 有你在啊 我们的财产从来就没有安全过 我刚接到消息 我们安居镇来了个神头 神头啊 又好神哦 神得很 眼睛一眨 包包头的钱都飞过了 那么神啊 那我们的钱不是要咋洗呗 李宝掌 你这么神采奕奕的 有对策了 虽然 来了神头 但是上 上风 也给我整排了人手的 这要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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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生了 哦 他妈不得醒呐 不就是个小警察嘛 还能比神头更厉害啊 对了 李宝掌 这么多年 这个流行贵在咱们这儿 一个贼都没抓到过 当然 抓错了出来 乱说 新派的那个武警官 那可不是像流血眼那种山寨火 人家那是正 正规警校毕业的 那长的是一表之人才 你们啊 把心放到肚子里面 李宝掌 这都说完了 说完了 说都说完了 还吃什么 不送 我 这 这 这 早天 如意 对 我过两天 你不是生日吗 我也不知道送你点什么 我就想起来 我在重庆城带回这箱子 他有密码 你那有什么贵重物品 都可以往里边放 再厉害的小偷都拿 他没办法 我哪用得上这么贵重的箱子 春娇 快来 那个箱子才乖哦 贵重啊 我看啊 我看哪 一个女儿不一定要有自己的房子 但是要裹着你箱子 你想嘛 那个男人说话要是不对头 第二箱子都走了 好潇洒哟 如果没带箱子的话 大包小包背起走的都不好看 表哥 既然这个箱子 舅妈她用不着 那你就给我吧 她 她为什么用不着 人家如意现在 管咱们这个酒馆 好多贵重物品要往里边放 你小孩你才用不着嘛 你说的全世界就好像 她一个人有贵重东西一样 我王春娇 虽然是寄人篱下 但好歹也有几只玉镯子吧 我那些东西也没地方 我也要这个箱子 好你喜欢下次表哥 让朋友在重庆厅再给你带一个 这个是这个颜色他不适合你 给你带一个粉嘟嘟的 乐天 既然春娇喜欢这个箱子就给他吧 春娇 那怎么行 别任性啊 我任性 陈乐天 你以前有什么好东西都想着我 现在呢 你就想让她秦如意 春娇 叫妈叫妈 快把春娇追回来 别追她 老天 你这个表妹就是爱吃醋 快去快去 快表姐回来 她那脾气该该该吧 快快快快快 少娇 我在镇上找了好几圈 都没开到春娇 哎呀 天都黑了你玩去哪里了吗 她得不得出啥子诗 赵妈 赵妈 别着急 像春娇这种辣妹啊 只有别人怕她 哪怕别人的呀 我不是怕她出啥子诗 我是怕她出啥子 哼 要是春娇出啥子诗 我绝对不放过有些人 都怪我哥 下午不爱对她这么凶 我再去找找她 跟你一块去 走 来 来 王春娇 这么晚了你跑哪儿去了 大家都这么着急呢 要你管 不 回来都好 回来都好 那位是 那位是 大家好 我是新来的治安园 我姓吴 专门负责咱们安居证的那个 治安工作 吴治安园 你好 你好 应该的嘛 她一个女孩啊 这么晚了在外边不安全 送她回来 没什么事我先走了啊 好 谢谢 谢谢啊 辛苦了 谢谢啊 谢谢 教绝 好 好 关什么 休息一下 都歇着吧 好 完了吗 出大事了 我金箱链都见了 诶诶诶诶 诶诶诶 没见你带过什么金箱链 什么时候买的呀 大哥 你只允许你送秦如意密码箱子 就不许有人送我呀 诶诶 金箱链掉了 嗯 太好了 怎么就太好了 是不是 金箱链掉了 这是吴治安园管管理事情 他就要来我们这里了 我们的女人什么逻辑 赵妈 你的思路很清晰嘛 哎 算了 丢了就丢了 我也不想管了 诶 能不能不管呢 必须报案 你这个样子就是放过了小涛 春家 我们不能做对不起全镇人民的事情 太收了 要是不报案 我都见不到这个最帅的自然园 花痴 啊 想报就报吧 本小姐承训你 去吧 哦 好 放开 来 坐在这上面 好好好 不可以去不可以去 多花 啊 龙小君 没看到吧 不给贝克服务员倒水吗 不用麻烦了 不用麻烦了 那个 春娇姑娘 要不你先跟我说一下 事情的经过好吧 啊 嗯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昨天晚上我睡觉呢 我就把仙链取下来 放在枕头旁边 今天早上我一起床 仙链就不见了 哦 那你再仔细回忆一下 还有没有什么细节 因为细节啊 对破案很关键 不是啊 你好大岁数结婚没的呀 啊 我 哦 我二十六 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 光棍啊 对对对 哎呀光棍都好在 人在江府混最好是光棍 光棍好 二十六岁 那就是叔叔哦 哎呀我们春娇属龙 龙生龙 凤生凤 老鼠生儿会打动哦 龙在天上飘 鼠在地下飘 龙跟鼠辣是绝配啊 配得老虎哦 对头 我和春娇不但属性相和 连新洲也很相和 我是双子 春娇是白羊 我们简直是天作之和啊 谁跟你是天作之和啊 你吃多了吧 换话题 吴正月儿我们接到本案去 好 吴正月儿啊 你是哪里的人呢 家里还有好多人呢 赵妈 你是帮春娇找师父 还是来找姑爷的哦 这样这样这样 咱们还是先帮春娇姑娘找项链 春娇姑娘 你再回忆一下 你带着这条项链 去过哪些地方 和哪些人接触过 我每天在酒馆里边 给这个客人端酒 给那个客人送菜的 我接触的人多了去了 我怎么接得住啊 那你那条项链值多少钱呢 我那个项链 拿到的是相当的值钱哦 贵重 纯金的 所以你一定要帮我们把它找到钱 这么贵重啊 你一定要想办法把它找到 可现在没什么线索 找起来困难很大呀 是 找不到也没到它这关系的 最重要是你可以经常的来坐一下 请民一家亲 我们很开心 能不能别乱翻译我的意思 这样 我先告辞了 你们想起有什么线索 有什么细节 记住 第一时间一定通知我 好吧 好 再见 我送你一个 连根项链都找不回来 还当啥子自然员呢 龙家俊 我的项链找不找得到 关你什么事啊 哎呀 春娇 那个自然员 就比我长得酸那么一点点 我看它是绣花枕头 中开不中用 春娇 你不信看到去吗 到时候我都帮你 把项链找回来了 他的还没找到 龙家俊同学 能不能麻烦你在帮我找项链之前 先去把厨房里等碗刷呢 嗯 嗯 吴占元 来 你尝得辛苦了 多吃点 来 谢谢 来 我 哎呀 吴占元你尝尝这个 特别特别好吃 好 我 我 帅哥 给我看 哎 人家 吴占元都还没吃呢 你着什么急啊 不 春娇姑娘 我爸也辛苦呀 我拿开 吴占元你每天都这么辛苦 人家好心疼的 陆月 看这春娇和五指安元 挺配的 夏天 你是真傻呀 还是装傻 我 月上柳梢头 人月黄昏后 春娇 第四位 春娇 李小瑶 春娇 初吴康 李小瑶 只能考虑 她一起 李小瑶 这不赠 你 想到什么 我 是 你 我 你 你要离开啊 你不是在安居镇过得好好的吗 说来惭愧啊 正是因为姑娘这种案子 因为我的案子 我都说了我不怪你 你不怪我但上头怪我 由于破案不利 我要被降职处分调到更偏远的地方 我本将心向明月 奈何明月照苟渠 都怪我 不怪你 这都是我自己的秘 那 现在还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你留下来吗 除非 除非破了你这个案子 那 我能帮上什么忙吗 那这样啊 你和赵妈 再从头到尾 仔仔细细地想一遍 看看有什么漏掉的细节 让我告诉我 你和赵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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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上什么大事了 你不会是宣布你要结婚了吧 哈哈哈哈 比结婚下人多了 我宣布 我是神头 你看到他们都不在相信我说不要说你非要我说 不许笑 赵妈没开玩笑 她说的是真的 她说的是真的 太闯祸了 我都太上大事了 我的那个项链啊都是她藏起来的 她把无知安远害惨了 如果无知安远再找不到那些项链绘画 就要找酱子还要调去走 那好 龙家军你别听了 不急不急 把这首饰交出去不就没事了吗 交是要交 但得想个办法交 不能把赵妈给卖了 对 一定不能让无站远知道是赵妈残了 否则会出大事 那怎么办 怎么办 有办法了 赵妈 留自然员 我是来找无自然员的 赵妈 你有什么事 你直接找我 我肯定对你负责 你说她啥 对我负责 你对你的光长相都没辅到这里 还对我负责开玩笑 小赵 你让开车 赵妈 我指甘员 是这个样子的 昨天有一个人呢 鬼鬼祟祟地跑到我们陈家酒馆来喝茶 我怀疑呢 他就是传说中的神头 因为他每次来呀 春家都丢了东西的 然后呢 然后 我就还翻出十几跟踪他在 就发现他在那个河边上挖了个动脉东西 这样啊 嗯 赵妈 这个事儿 你还有没有跟第二个人说过 春家他只想让你破案立功 我们肯定不会跟别人收拾 就是刚刚刘仙儿想听我这么给他说 赵妈 你可帮了我大忙了 不不不不 这笔账算到春家里头上 好 那我都先走了啊 好的好 慢走 破案成功啊 好 好 喊我埋这个手势 又喊那个治安园来挖 你亏这群疯婆样想的出来哦 我埋了这个手势 让这个治安园破了案 这不是自己和自己过游不去吗 他你老公留在来安居镇 不是又有多一个跟我抢春家的人哦 不行 这个案子不能让这个治安园来破 还不如让刘仙儿来破 赵妈 你确定你把藏首饰的地方告诉治安园了 我便是你都不放心了 哎呀 我买东西那个地方 不少爹地肯定找不到 那小爹地一眼就找得到 哎 陈娇你放心 那个无治安园绝对找得到 哎呀 但是这都好多天了 都还没他过他的消息 陈娇 不知安园呢 这回肯定不会降级的 小心啊 神通被抓 神通被抓 陈娇酒馆 协助破案有高 政府有赏 他抓到神通了 哎呀他都没告诉人家 人家好担心哦 李高掌啊 李高掌 我们这回协助破案 那是不是今年安居正的十家酒馆 就我们成家酒馆了啊 如意姑娘 如意是厉害呀 那是当然 十家酒馆 你们成家酒馆排第一 要不是你们流血眼 哪个可能抓得住神通 啊 流心过去抓的 那无治安园呢 你们猜 那神通是谁 包长 你看我们又跟您不一样 我们哪能猜的照 流血眼 把人带上来 快点 你们看 这个人是谁 蒙着脑子怎么看 是谁 啊 无治安园 对 就是无治安园 就是你最崇拜的 长得最帅的无治安园 新贵 来 来嘛 怎么办 我 我 你赶快放人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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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新贵 什么时候抓错过人 什么时候抓对我 这一次 这一次刘新贵 真的抓对了 他怎么就抓对了 要不是陈娇酒馆那个跑堂的 他 能抓住我 陈娇 不好意思 搞忘了给你汇报了 哎 我不想让这个外来地 著名地 无治安园 一个人破碍立功 好 也想这个支持一下本土的景地 所以我把这个线索 也告诉了这个 你有幸运 所以我当时呀 也跑到神头藏首饰的后街 我一去 就发现姓吴的 把那个东西挖出来 我想他肯定是拿着首饰 回正宫所 那就对了 没想到 他拿着首饰 直接跑到开往重庆的船上去了 他这是脚底抹油 要开溜的节奏啊 我当时是英明神武 你别看他原始枪 他连枪都是枪 卡卡卡的就给他抓住了 直接拉到镇工所 还从他身上 发现了许多金银首饰 都是脏物 就那个样子 流行歪打正着 把神头抓到了 另外我想说 那个神头 伪造正规警校毕业的学历 冒充上风 派来协助我工作的治安园 其实啊 我一早都看出来了 但是我没有伸张 我要撞长线钓大鱼 怎么样 那个大鱼我钓到了谁 另外还证明我 有一双火焰金银山 这 说得比唱得还好听啊 哎呀 这是个啥子四道啊 那么帅的帅哥 居然找鼻带来只有当小偷了 赵妈 你太理解我了 春桥 对不起 我欺骗了你 赵妈告诉我 那些金银首饰特别值钱 于是我动了贪念 跟你在一起目的只是 想拿到那些金银首饰 嗯 没关系啊 反正首饰都是假的 搞办法是假的 行不行啊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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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桥 上次表哥我答应你 在这里生日的时候 送你一个粉嘟对儿的盒子 来 不 不要 我又没有什么东西好装的 淳珈 你都没看里面是什么你就不要 很漂亮的 你把我证品洗回来 你们不要以为 你们送我盒子 我就会感谢你们了 要不是我 你们也抓不到神通 你买火天 一条石斑铺成的路 两边有特色的旧房子 里边每天都藏着很多 新鲜的故事 看着人来渴望的脚步 日生祖室有风风雨雨 悲欢离合散了 邀居到底适合从何去 人来渴望 我们还是要在一起 就算天空下雨 释怀天气 还未养去 人来渴望 人来渴望 嗯 嗯 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